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有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您 我们再把底下这段时间 照在你的手中 主啊 我们能够在你宝座前受教 这是一件何等蒙福的事 把一个谦卑受教的灵赐给我们 更是借着圣灵 把我们带进一切真理的实际 让这些道我们不光是听 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 被我们来经历 甚至能够更多被我们活出来 能够为你做见证 谢谢主 讲的 听的 我们都在你的面前一同来受教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这个新人门讯这个课 已经走到一半了 已经讲了一年了 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的feedback 两面都有 对没有好好操练的人来说 就觉得这些道理很简单 早就听过了 有什么没听过呢 都懂了 但是对真正开始在生活 操练的弟兄姊妹呢 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讲 而且很多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姊妹 跟我讲才发现 这个是要人命的一件事情 我不晓得你们是哪一种 你真去操练的话 你发现 题目听起来都很简单 当你真正去实行的时候 你才发现 原来这么不容易 原来在我生命里面 有这么多的保留 原来我在真理上 有这么多的地方 我只是知道而已 我活不出来 所以听到不行到 不光是在雅各书上写的 那个已经两千年前就写了 它已经是这个世代里面 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危机 它不光只是一个 一个宗教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或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 原来我说它已经是 真的是变成一个危机了 因为我们活不出来 我们又懂越多 那现在尤其又有这个什么 WeChat 是不是 微信 这个什么短文章 什么信息都可以送给你 但是呢 你却发现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了又看 看了又看 看过去就看过去了 等到你下次再看 再听的时候 你发现你已经都懂了 但是问题是说 它不是 就是不是 那怎么办 所以像我们今天要讲 这个顺服恩高的教训 非常不容易 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 大家记得吗 我不要问几下 这些上课很专心的人 有没有人不知道 上个礼拜是什么 我也白问的 不知道你怎么会回答 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你要知道 这非常不容易 我昨天看我从前的记录 我就记得我在香港 带这个亲特会的时候 他们七个教会的青年人 一起聚会 那一次也 信息里面 大家起来回馈 做见证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当然他是幽默 他用我的话 他说 他已经什么都奉献给神了 只剩下两样没奉献 那你们有没有人 做得这么好的 他就说 这个也不奉献 那个也不奉献 我给他气死了 他说 我什么都奉献 给主的只剩下两样没奉献 就是这个也不能奉献 那个也不能奉献 你发现 虽然是年轻人 开玩笑说的 但是真的要 叫年轻人奉献 更难 所以余师母 他们因为英文主 跟我们是差一个礼拜讲课 所以他们今天要讲 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我就看余师母 为了这件事情 压得重得不得了 一天到晚在那里 想要怎么跟年轻人讲 因为这个东西 对他们来说 太遥远了 什么叫做献上自己 当作活祭 所以丢子们 我们真的是要为了 这些事情祷告 我们为自己 为我们的年轻人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每一个题目 我就很希望 我们能够很认真 如果我们最近 正好在一些特别的难处 或者特别的软弱中 你也不要放弃 我们还是希望 主能够早点 把我们带进来 今天早上要讲的这个题目 顺服恩高的教训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教会开工21年 我们今年就要到了21年 我想顺服恩高的教训 我想我大概 起码讲过五遍了 不同的场合 有主日聚会 有成人教育 有基础 忘了是正道造句 我大概前后讲了五次 不止五次了 顺服恩高 是一个基督徒 长进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 我们先来看 在旧约里面 受高 恩高 这个高 整个受高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在讲义上面讲说 是为了特殊的 功用角色和使命 而使他被分别为圣 或是归耶和华为圣 有一段的经文 我在这里因为位置不够 我只是节路 但是我觉得我们简单看一下 对我们也会有帮助 就是出埃及记第30章 我们先了解到 圣经上讲到高 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出埃及记第30章 25节到33节 我22节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取上品的香料 底下讲了五种 这个都不是我今天要去讲的了 然后呢 25节 要按坐香之法调和 做成圣膏油 要用这膏油 某绘墓和法柜桌子 以桌子的一切器具 灯台和灯台的器具 并相谈 樊祭坛和谈的一切器具 洗桌盆和盆座 要使这些物成为圣 好成为至圣 凡哀着的都成为圣 接下来 不光是某这些圣物跟会墓 连侍奉的人 这些人是特殊的人 30节 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 使他们成为圣 可以给我供祭师的职份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 不可以倒在别人的身上 也不可以按这调和之法 做与此相似的 这膏油是圣的 你们也要以为圣 凡调和与此相似的 或将这膏高在别人身上的 这人要从民中减除 这是圣经里面讲到旧约的圣膏油 在这里我们至少看见五件事情 我们稍微简单复习一下就是了 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 只是帮助大家 对于讲到恩膏的教训的时候 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在这里提到五件事情 就是这个膏油 是必须照着神的方法来调制的 它是有一定的制法 它是用非常特殊高贵上品的香料 这里讲到五件事情 讲到墨药 香肉桂等等橄榄油 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但是我只是先告诉弟兄姊妹 这个膏油不是一般的膏油 这个膏油是要用特殊上品的香料 要贵重的香料做的 而每一个成分都说到 基督荣美的生命和性情 不管是墨药 不管是肉桂 不管是橄榄油 这里所说到的 所有的这几样东西 通通都是讲到 基督荣美的生命和性情 所以圣灵 这里讲到圣膏油 就是圣灵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实底复活 升天得荣以后 祂在圣灵里面回来 所以圣膏油 所有的成分都是基督 第二件事情 绝对不可以仿制 是就是 不是就是不是 外面装得像基督徒 外面表面上学得假冒为善 弟兄姊妹那些东西都不是神要的 神要的是真的 第三个 不可以倒在凡人的身上 一般人的身上 圣经上圣经有的翻译叫做 outsider 必须是神许可的人 我们知道在旧约 只有三种人可以受高 谁 先知 君王和祭司 圣经上明写的例子 我们每一个举一个例子 像先知 神差以利亚去搞以利沙 做先知 对不对 就是高他 君王 大卫就是最明显的 对不对 大卫不仅受高 他三次受高 撒末尔记 讲到撒末尔来高他 然后撒末尔记下 讲到在西伯伦的时候 犹大支派来高他 然后等他到了 撒末尔记上第五章的时候 连以色列各家都来 西伯伦再一次地高他 然后他到耶路撒冷去做王 大卫三次受高 提到他受高作为君王 祭司最明显的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孙 他们受高 所以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 这些人受高都是特殊的人 一般人不能随便受高 而他们被高了以后 在这里说到 高的目的是被高的就成为圣 成为至圣 一个祭坛 铜座的 金座的 如果没有被高 它就是普通的坛 你可以拿到世界上去卖 你可以拿到家里面去装饰品 但是当他被高的时候 说到他成为圣 成为至圣 因为他归给神 所以高的目的是要使被高的 不管是东西或是一个人 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就是他是属神的 然后是为着一个特殊的使命 第五个 凡哀着的也都成为圣 一个真正受高的 一个真正活在高游里面的 你碰着他 你会受他影响的 而且受他正面的影响 这次旧约受高 我简单提这五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 顺服恩高的教训的时候 我们先要知道 在旧约被高是一件大事 圣高游全部受到基督 决定不能够仿造的 而且只能够倒在某些人的身上 而高他们 不管是东西要成为圣 成为至圣 人被高也是分别为圣 是为了侍奉神 归耶和华为圣 那么凡哀着他的都成为圣 这是旧约 我们现在来看新约 我们知道这里讲到恩高 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去解释了 这里新约里面 高游是圣灵的一个symbol 一个表号 圣灵的表号有很多 也有火 也有雨 也有风 这些都是圣灵的表号 今天我们没有空去讲它 但是高游是圣灵很重要的表号 那么在新约里面 新约中的高游 恩高或是圣灵 我们光从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 也是我们的背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同声来读它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只有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我们在讲恩高的教训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澄清一下 在旧约里面 我们讲到只有特殊的人被高 对不对 先知君王祭司 在新约里面 所有神的儿女们 都有圣灵 都被高 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什么 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还不是小祭司 他是讲到 像君王一样的 那是一个君尊的祭司 所以今天你我在新约的子民里面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会受高 而且我们都是 祭司起来侍奉神 我们要被高 我们被高的目的 也是要让我们被分别为圣 甚至成为至圣 为了讨神喜悦 为了侍奉神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恩高的教训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只是一些良心的感动 一些是非的判断 一些责备 一些要求 你要晓得每次讲到恩高的时候 你们要有一个很荣耀的感觉 因为在旧约里面 那是一件特殊又特殊的事情 是一件神圣又神圣的事情 而今天圣灵居然坐在我们这般人身上 祂在高我们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光从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 也看到五件事情 第一个这个恩高是从主来的 旧约的恩高不可以仿制 对不对 它有特殊的制法 它所有的东西 不管是墨药 是香肉柜 是橄榄油 是仓谱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从不同的角度 来说到基督生命的性情 所以这个恩高是从主来的 是用至贵的膏油 是用上品的香料做成的 讲到基督是从主来 而且从天而来 真的是属天的 不是地上的膏油 第二个 这个恩高永远在我们里面 他说abide in us 他是住在我们里面 他不是偶尔感动一下 虽然我们的经历 恩高的教训常常是我们偶尔的经历 不见得是constantly continuously 一直持续的经历 但是你要知道恩高今天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他说这个恩高永远在我们里面 这个abides in us 他不是讲过去事 曾经 他也不是指将来 只是一个应许 等你更好一点 更爱主了 更属灵了 他才会住 他是现在事 就是每一个的现在 恩高都在 你有没有感受到他的运行 你有没有接受他的教训 那是你我的问题 但是就着客观来说 他abides in us 他就是住在我们里面 第三个 这个恩高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 in all things 旧约受高是为了特殊的场合 或是一个特殊的使命 先知要被打发出去传递神的话 祭司为了承接圣职 在一个特殊的场合 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 他们受高 这在新约里面 这个受高何等的完全 他在每一件事情上来高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觉得这些题目 已经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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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超过我们 所知道的 所活的 所经历的 我说我至少讲过了 五遍恩高的教训 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 你们可能在成人主族学 也讲过恩高的教训 或者在小组交通的时候 也分享过恩高的教训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恩高的教训 是这么神圣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这么全面 持续的事情 这么涵盖我们 整个生活的事情 要在凡事上 来教训我们 第四个 他说这个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不晓得你们读这句话的 感觉是什么 我当作读这句话的时候 我想说 老约翰 你为什么要加这句话 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个解释呢 真就是真的 为什么还要说 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 就跟保罗说 这话是真的 好像其他是假的一样 他的这个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个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是为着我们而说的 是为着我们而说的 因为我们太小心了 然后我们也太缺乏精力了 所以他在这里强调说 这是一个真的 这是一个真东西 决定不是夸口的 决定不是随便说的 它是真的 为了要get我们的attention 为了要提醒我们 为了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引起我们的重视 他在这里需要强调说 这个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然干嘛要加这句话呢 我需要跟你们讲说 我是真的弟兄吗 这么简单的事还需要讲吗 当我需要讲的时候 就就是因为你们可能 真的有人怀疑我 不是真弟兄 我是混着进来的 我是假弟兄 就是因为神的儿女们 太不信了 就是因为神的儿女们 在恩高的教训上 太轻视了 太忽略了 就是因为神的儿女们 在恩高的教训上 精力太少了 原谅我说这句话 今天在我们身上 一样适用 我们对恩高的教训 的精力 真的是太少了 照着我们所该有的 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 我们还是不知道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我们还是不知道 就是约翰需要加强的 最后一个 他说这个恩高 他说你们要照着 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这个恩高要帮助我们 住到主的里面 我不晓得你们 有没有注意到 在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讲什么 恩高永远在我们里面 这是救恩 这是客观的事实 恩高已经在了 永远在 而且现在是 永远在 第五节 讲到我们要照着 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这是重在主观的精力 要帮助我们 不光看见圣灵内住 而且我们也要住在圣灵里 不光恩高已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要在这个恩高的里面 所以第二个点 恩高永远在 跟第五节 要照着这个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这两个中间 插进来的地方 这两个中间 一个是上面 客观的 恩高已经在了 一个是主观的精力 我们照着这个恩高 住在主里面 中间插进来的是什么 中间插进来的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恩高 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要学习 在凡事上顺服这个恩高 大家听清楚了吗 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让这个客观的事实 圣灵的内住 变成我们主观的精力 变成我们主观的享受 变成我们能够真正地 住在圣灵里 住在恩高的里面 关键是在于 你要去realize 要相信 接受 而且去敏察圣灵 在我们在凡事上 在教训我们 祂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运行 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 第二件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当祂在那里 教训了我们的时候 你们要按着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就是讲到我们的顺服 所以旧约讲到五件事 新约讲到这五件事情 那么讲到介绍 这个圣灵的时候 圣经里面介绍圣灵 当然约翰一书这一段圣经 也是非常非常宝贝 讲到恩高的教训 他重在恩高的教训 让我们要怎么样顺服恩高 能够活在主的面前 但是关于圣灵的介绍 最好的介绍 就是主耶稣自己的介绍 在哪里 其实我讲以上都有了吗 我还考你们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六节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今天正好是巧合 不是我故意的 我也提五个点 提醒大家 在这里讲到五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 父要赐给我们一位宝慧师 这是圣灵的第一个介绍 叫做Comforter 他来就是为了安慰 为了保护 为了眷顾我们 在爱的里面 他来当宝慧师 他的身份是一个宝慧师 第二个 他永远跟我们同在 我是照着顺序讲的 第三个 他是一个真理的圣灵 今天我们讲到 真理赐下来 是成为我们行路的亮光 成为我们生活的准神 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 知道如何往前去 真理的圣灵来 他要带领我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真理的圣灵来 要把我们 不光带进一切的真理 能够明白主 对我们所说的话 他甚至说 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实 要actualize 让圣经的应许 圣经的真理在我们身上 成为主观的 他是一个真理的圣灵 第四个 恩膏或是圣灵 只是针对那些属主的人 那些不认识主的人 因为见不到他 不能接受也不认识他 但是我们却认识他 所以任何已经是 重生得救属主的人 都应该跟圣灵发生关系 都应该认识他 都应该接受他 都应该更多地来经历他 他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圣灵 他是我们可以认识 可以经历的圣灵 第五个 他不光跟我们同在 他也要在你们里面 内住的圣灵 说到他是内住的圣灵 你看我刚刚讲到这里 你们觉得这个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圣灵内住 他在我们里面 他说不用人来教导你了 只有主的恩膏 在凡事上教导你 那么也请弟兄姊妹 不要因为拿了这句话 就以后说 我以后再也不用聚会了 你们也不用 再也不要告诉我 该做什么了 我有主的恩膏 所以我听到好几个 连长的弟兄姊妹 说他们最怕碰到那些 极端灵恩派 他动不动就说 神对我说 神对我说 那么神都对你说的 谁还敢对你说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要小心 要平衡地用 老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 不要去活在律法的里面 是非的原则 天天在问说 这个可不可以做 那个可不可以做 这个可不可以摸 那个可不可以长 不要天天去活在 这些律法的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 律法主义还是非常盛行 不用人在这里教导里面 主的恩膏会在凡事上教他 或向左或向右 你要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哪一个是正路 当行在其间 这是我们的教师 再也不向我们隐藏 以赛亚书三十章 他不再向我们隐藏 他要来教导我们的 你不知道该向左 该向右 你会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 当行在其间 这是圣灵保卉师 真理的圣灵 他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 我从小在的教会 台南 我们有一个传道人 他非常爱主 他被主接去了 他很可爱 他个子不高 可是他跟神的关系很好 常常鼓励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常常叫我们要跟随圣灵 他有一次讲到恩高的教训的时候 他就举他自己的例子 他说因为当时在台湾 一般弟兄姊妹生活都很苦 不要说传道人 他正好有一个远方的 不知道他是亲戚还是同工 要来他家做客 要来住 家里面又没有东西招待 他就想说 主啊 人家难得来 我到底拿什么招待呢 他就在那边祷告 在那里头痛的时候 突然有一只鸭 又正好是鸭 飞到他家来 就在他前面 他说感谢主耶和华以乐 正在拿什么招待客人的时候 就一只鸭子飞到他前面来了 他就去抓 也给他抓到了 他就想说感谢神 正要以感谢为继的时候 献上的时候圣灵就管他了 这个又不是你的 你怎么可以杀 你知道我们当时住眷村 他也是眷村的 生活都很苦的 养鸡养鸭都是家里面很重要的财产 现在哪里有人会这样子想 所以主就管他 管他以后他想说 主又不知道这个鸭是谁的 问他他也不讲 他也不会讲 主就感动他 说你去开始一家一家抽门 他就想说 这个不仅仅没有帮助 我还给我增加这么多麻烦 所以他就夹着鸭子里面 就一家一家去抽门 你们家有没有掉鸭 你们家有没有掉鸭 通通都没有 他就跟主说 那这下没有人了吗 那应该可以带回去了 结果主就叫他送到派出所去 他就觉得 我跟你讲 你不认识主的时候 会觉得他 你们不要误会 有时候觉得他很啰嗦 他什么都管 真的就是在凡事上管 他说他只好抱着鸭 就到警察局去了 到警察局去 警察看他抱一只鸭 他说你干嘛 他说这是我捡到的 不晓得是谁 不晓得还给谁 警察也很嫌烦 他说好吧 就要做个记录 就填个单子 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他正想告诉他 我叫什么名字的时候 恩高又教训他 你左手做的 不要让右手知道 你做善事干嘛要叫人家知道呢 他就跟警察说 我不用告诉你名字了 警察说不行 我总要做个记录 他说那你就写 我姓鸡好了 警察说什么鸡 他说你就写我是基督徒 那个警察拿他没办法 只好没办法 他就把鸡留给警察了 他就回到家 鸭 对不起 老了 他就只好把鸡留给警察了 那个基督徒 他就跟我们做见证 你看他都已经这么老练的一个基督徒 已经信主这么多年 也都是传道人 他还是在很小的事情上 学习在凡事上 我们没有人一步登天 变得天天道貌黯然 很属灵 三成天的经历 天天是进入蔓内的经历 出来脸皮发光的经历 没有的 你怎么样子脚踏实地 在最小的事情上 所以我才会说 我认识的年长的基督徒 他们上学 从楼上跑下去 神说你这样子一跑 所有跟你同学都被你吵醒了 你要回去 重新轻轻地把门关 一步一步慢慢地下楼 他说主我下次小心就好了 主说回去 就这么你不要小看这种事情 你说我下次改 常常你下次就是不会改 另外一个弟兄就是吐痰 我都跟你们讲过了 对不对 吐了痰 因为中国人都很喜欢随地吐痰 主说你回去擦掉 他说那多恶心啊 神说你擦自己的痰都恶心 别人看你的痰不恶心吗 这叫做恩高可以在凡事上教训我们 店里面多少钱 回去讲了一次还不行 要再回去承认我说我刚才回来还是撒了谎 对不起 弟兄姊妹这个东西都不容易 真的都不容易 可是如果你把它只是当作 爸爸妈妈的唠叨的话 你会觉得很烦 而且你学功课就不会学得很积极 如果我为什么要先讲旧约 因为我们新约把这个恩高的教训 就当作孩子们被爸爸妈妈唠叨一样 没有孩子喜欢爸爸妈妈唠叨的 我去年在香港 那个清特会照理说都是大学生 至少高中生以上的人来参加 结果那次来了一个最年轻的 才十二岁 那个小胖子 他很可爱 那个会后交通见证的时候 他居然跑出来了 十二岁的小孩子跑出来 胖胖的 那很可爱站在上面 他说我今年十二岁 我终于可以受洗了 他说我受洗以后我才发现 哎呀 受精以后还是会有软弱的 还是有肉体的 我们全场已经笑得一塌糊涂 他说尤其我妈妈每次在唠叨我的时候 就是他妈妈在骂他的时候 他心里都很烦 都不想听话 他说我这次听了这个信息以后 我回家以后我要更多听我妈妈的话 很可爱 十二岁的小朋友 听众子们 这个恩高 他在凡事上教我们 如果你把他当作只是唠叨叨叨叨叨叨 没有人喜欢唠叨叨 小孩子不喜欢爸爸妈妈唠叨 弟兄不喜欢姊妹天天唠叨他 姊妹也不喜欢弟兄唠叨他 对不对 你们也不喜欢教会的传道人唠叨你 为什么余弟兄今年才二月份 已经讲不要迟到 不要迟到 已经讲了五六次了 有完没完 唠叨 对不对 你把他当唠叨 你都不想听 可是当恩高 你真知道什么叫做恩高 是神用圣高尤高我们 把我们分别出来 叫我们跟世人不一样 叫我们脱离旧造肉体 一切的那种败坏 那种自私 那种懒散 那种随便 那种不认真 那种被捆绑 爱世界 神一直在这里分别 一直在这里分别 一直在这里分别我们 祂是为了分别我们 让我们成为圣 成为至圣 你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 我们会从心里面感谢主 说主我算得了什么 你居然用圣高尤来高我 你居然肯用圣高尤来叫我成为圣 能够归耶和华为圣 甚至成为至圣 这是很大的事 所以恩高教训的可贵 恩高教训真的是很可贵 我在这里提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能够见证 并且让我们经历圣灵的内住 刚才说的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常存在你们心里 这叫做圣灵的内住 当你顺服恩高的时候 当你愿意开始操练这个功课的时候 你自己就会经历到 你也可以跟人家见证 说圣灵真是住在我心中 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 如果有人问你说 你怎么知道主活着 你们有没有唱过那条歌 答案是什么 因他活在我心中 对不对 他伴我行 与我交谈 人生载路同过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阿根廷的牧师 到台湾去 那时候我正好出国 我79年出国 我miss掉他的培林大会 后来于森文把他的录音带寄给我听 我就记得他那天在讲道的时候 他说他们也是在开一个复兴培林大会 然后有个姊妹上来献这首诗歌 你问我整次他活着 因为他活在我心中 他与我交谈 他与我同行 什么什么什么 唱完以后 会后这个牧师 跟这个姊妹正好碰面 他就问他 他说你今天唱诗 太感人了 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主今天跟你讲什么 他说 主今天跟你讲什么 他又在看他 他说 他说你什么意思 他说你不是说 主今天跟你同行 又跟你交谈吗 那什么事 那是诗歌上说的嘛 这就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 那是诗歌上说的 那是圣经上说的 相信圣灵内住的请举手 都举手 那我们天天可以经历到 圣灵内住的 我就不要叫你们举手了 因为举完 我自己叫他跟你们认罪了 这是我们传道人的亏欠 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经历 所以顺服恩高 是帮助我们去经历 去见证圣灵真实内住 它是真的 你会发现它是真的 不是假的 它真的会管我们 而且越管越细 而且我们越被管生命 越被改变 越被管我们越自由 越喜乐 不是越管越痛苦 真的 恩高来是带着积极的目的 不是为了审判 不是为了责备 恩高是要教导我们 要分别我们 要让我们成为圣 让我们成为至圣 让我们成为属神的人 圣灵的内住 保罗在更年多前书六章十九节 说岂不知你们的生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保罗说岂不知 他的意思就是说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所以有恩高教训 顺服恩高教训的 当你问他说 圣灵内住吗 他一定说当然是 他不光真理上知道 他经历上他可以做见证 而且哥尼多前书六章十七节 说跟主联合的 便是跟主成为一灵 one spirit 就讲到我们整个人被提升起来 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 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 跟主根本就是one spirit 一个灵 第二个 恩高在我们里面教训我们 让我们这个人接受圣灵的 引导和教育 他说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跟十六节 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光可以证明圣灵内住 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 是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那是一个多么有福的事情 而且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在这里我们从这样子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圣灵不光是我们最尊贵 最难得的老师 我不管你是学哪一行哪一业 或是你个人的hobby是什么 不管是插花 T恤在不在 或是学钢琴的 或是画画的 或是唱歌的 或是学物理的 学电脑的 学什么的 当你要找老师的时候 如果有幸被你找到世界上第一把 你会觉得那是福分 对不对 Adam 对不对 你当律师的 你一定希望找到一个 最接触的 辩才思路 这个方法 skill 都是一流的 帮助我 能够达到我最初卓越 今天有哪一个老师比得上圣灵 我真的问你们 这个不要小看我这个问题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有哪一个老师比得上 主自己来当我们的老师 真的 你不会当妈妈吗 主会教你怎么样成为最好的妈妈 你不会当爸爸 不会当丈夫吗 主会教导我们 你不会当工程师吗 我跟你讲 我虽然只做了十几年电脑工作 我跟你承认 全世界最好的电脑工程师就是主 我碰到很多问题 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得出来的 当我屈膝跪在主面前的时候 主就把答案给我们 他聪明得很 有一次我要送一个东西 送到欧洲去deliver我们的product 那个东西一run都是要十几个二十个小时 甚至几十个小时才能够run得透 所以那个时间一定很赶的 我们整个厅都在等 欧洲的人都在等我送东西过去 结果每一次run 他开头都找不到错 怎么都找不到错 至少要十几个小时以后出来 才会发现哪边有错 然后等到你发现的时候 所有人在这里解决 找不出问题来 只好踹一个改变 然后再去让 又要十几个小时 飞机都要飞了 我记得那天晚上正好有一个特会 我去参加特会以前 我在做了一个最后的改变 改变完以后 不是普通的祷告 我为我的电脑按手祷告 我说天上的神啊 你知道祂哪里出问题 在我做之前我就先为祂祷告 我说主啊 不能再拖了 这个东西必须要送了 我说主 祢告诉我到底在哪里 祷告完以后 我再重新看一遍 发现一个可能的问题 我说主 那我就改了 改了以后 我再为祂按手祷告 我就去聚会了 居然会以后 我半夜十二点钟回来 祂还好好的 然后我大概隔了一天多的飞机要走 结果没有想到 这是祂第一次超过的十几个小时 继续run 然后再也没有出过问题 所以我们的东西送到欧洲以后 这是欧洲第一次 打电包回来给我们的 这个Vice President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接到 你们送来一个产品上 这一次就好 就从来没问题 他真的是最好的电脑工程师 他是最好的医生 今天多少病医生不能解决 我跟你说过 我这个病全世界第一把交椅 Head and Neck 头颈部的专家 被请到以色列 请到巴黎 请到伦敦 请到世界各地去讲学 他说你的病 我没办法 这是我这一生中碰到的 第一个我没办法的刀 但是神都知道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更不要说生命的主了 在人生中 怎么样子过得有意义 有价值 怎么样成为一个 有价值的基督徒 成为一个荣神义人的基督徒 怎么样子建立一个 合神心意的教会 你说有谁比得上宝慧石 而且他不光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他在我们里面证明 我们是神的儿子 哎呀 那个荣耀 今天不管你是谁的儿子 不管你在地上有多少成就 不管有多少的博士学位 不管你在地上薪水 已经是八位数了 十位数 我相信我们中间 没有这样子的人 拿你比得上 被称为神的儿子 真的了 你真的想了 人都要哭了 真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信不进去呢 常常觉得怀采未遇 常常觉得我生活 为什么这么可怜 我们很少想到 我们这么尊贵 圣灵在这里 要跟我们证明 你是神的儿子 何等尊贵 何等荣耀的前途 今天地上一点点东西 就可以留住我们 就可以捆绑我们 真的需要神 需要圣灵恩高 在我们里面运行 证明是神的儿子 第三个学习 因为顺服圣灵 而得到的福分 这个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 要照着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而且底下讲到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而体贴圣灵的 乃是生命和平安 所以恩高在我们里面 教训运行 就是要为了分别我们 为了要变化我们 为了叫我们至终 可以像耶稣 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 叫我们真像祂 所以你发现 圣灵在我们里面 真是这么重要 所以我就想问大家 一个问题 你不这样去想 可能我们都太忽略它了 就跟有一个弟兄 他不好好读经的 直到有一天晚上 他做梦 睡觉里面做梦 梦到他里面想读圣经 他就打开圣经 发现怎么搞的 全部是空白的 他以为印刷错误 他就再翻一页 又是空白的 再翻又是空白的 整本圣经都是空白的 他一下吓得 然后就跑到书架上 把那个都已经长得灰尘的 其他版本的圣经 都拿下来 发现全是空白的 他就吓醒了 他向主把他的话 说回去了 他就吓醒了 吓醒了以后 就赶快跑到书桌面前 打开圣经 一看字都在 从那天开始 他是一个好好读圣经的人 他再也不敢不读圣经 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自己老经里面 process一下 稍微思想一下 如果主今天 突然把圣灵的内住 收回去 跟旧约一样 圣灵是在外面工作 他显他的能力 他可以用能力 高某些人 叫他可以行神机 就是在少数人身上 但是我们今天 所有的弟兄姊妹 圣灵的内住 收回去了 请问你的生活 会有什么改变 请问你的基督徒生活 到底会不会有不同 如果你说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同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表示我们对圣灵 根本不认识 根本没有经历 如果真是回去了 所以我们要为着 今天圣灵还在 这个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要照着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最后恩高教训的实行 我简单地提 当你真认识恩高 是为了积极的目的 为了荣耀的目的 在我们身上来要求我们 来教导我们 它为了是要改变我们 为了是要分别 让我们归耶和华为圣 你就会非常地积极 而且它是在凡事上 如果我们糟蹋了 我们浪费了 我们就是浪费了 所以多少的机会 已经被我们忽略 被我们浪费 所以当你真正知道恩高的时候 你会很积极地 然后你会很敏锐地去敏察 然后你会很认真的 要来操念 因为圣经上说到 恩高是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 你没有感觉到 没有经历到 那是我们的忽略 那是我们的不幸 那是我们的不顺服造成的 可是当我们真看见恩高 就是不改变 你可以改变 你可以失信 恩高永远是真的 而且它永远住在我们里面 而且它真的永远在凡事上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变得很积极了 然后要学习很敏锐地 然后要很认真的来操念 失败没有关系 软弱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要认真 所以以前有个年长的弟兄 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 他很认真 他在操练恩高教训的时候 他说他因为他自己记不清楚 到底今天有几件事情顺服 几件事情不顺服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方法 他就带了一盒火柴 我们以前火柴盒 里面大概有好几十根的 他就口袋里面放了一根火柴 恩高教训要求他 他顺服了 他就拿出一根来 放到右边的口袋 如果今天恩高教训要求他 他没有顺服 他就拿出一根来 放到左边的口袋 到了晚上就在左边面前 把它摊出来 算一算 我今天顺服了几次 我今天没有顺服几次 当然我也没有要你们带火柴 万一太阳太干了 烧起来也不好 但是我是说这个弟兄 他就是很认真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建议 出题题目的东宫们 他们会帮我出在题目里面 就是用分数 大家数学都懂 底下是分母 上面是分子 分母是你今天顺服了几次 或是说今天恩高教训你一共有几次 当分母 上面是你顺服了几次 你每天就这样记录 好不好 我们试着操练过两个礼拜 例如说今天你经历了主 因为你很久没有好好顺服恩高了 所以今天才经历了十二次 那么中间有八次顺服 那你就写十二分之八 你不用去写到更细 什么三分之二了 不用了 我们要考你算数 你只要写十二分之八就好了 那等到明天 你可能因为敏锐 越敏锐 它就越真实 你可能变成十七次了 然后可能顺服了十一次 那你就写十七分之十一 好不好 这个应该很清楚 那么你写完了以后 你自己去发现数字会说话的 说什么话呢 我留给你们 第二个 带着信而顺服的态度 信而顺服不光是圣徒 蒙福讨神喜悦 最直接的途径 也是在接受恩高教训上的 这个操练上最重要的态度 就是简单地相信 单纯地相信绝对地顺服 那么至于你能够达到 怎么样子的深度和高度 就在乎你怎么样子来回应 恩高的运行和教训 所以你看 不见得所有的名师 底下的图都是高徒 同样都是圣灵的儿女 都是神的儿女 同样都是圣灵做保惠师 同样都有恩高的教训 但是你却发现 就是有人爱主 有人不爱主 有人就是活得很得胜 有人就是活得很miserable 很糟糕 完全是在乎 不是恩高出问题 不是恩高的教训出问题 不是神的应许真理出问题 是我们的回应出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 信而顺服的态度来相信他 对不起 今天慢开始三分钟 我给你们多接三五分钟 我们家从前是 后院里面有一个抽水马达 因为自来水很贵 所以我们家有一个抽水机 在后院抽地下水 我不晓得你们家 有没有人用过地下水的 抽过地下水 有 那个抽水马达 它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东西 盖子打开来 你里面要有水 它才能抽水 如果那个小东西里面 没有那个initial的水 就是起初的水的话 它是空转 它转量三个小时 打不上水来的 听说在一个荒凉的荒野外面 有一个人走路走到那边去 就发现有一个抽水机在那边 然后旁边放了一杯清水 他渴得不得了 跑过去就想喝 没想到在清水的旁边 放了一张纸条 他说 请你把这一杯水倒进去 你就可以畅饮无主 好好喝 可以喝个够 就不止这一杯了 他本来就想把那个喝掉的 然后他说等你喝足了之后 等你都装足了之后 请你再留一杯水给后来的人 请问是你 你会喝这杯水呢 还是会照他说的 倒进去打出更多的水呢 当然你可能如果没有这种知识的话 你会想说 哎呀 先解决再说 可是如果你有这种知识的话 你会知道真的 当我倒下去的时候 我可以十倍 百倍 有更多的水 我也有足够的水 可以留给后面的人 这个叫做信而顺服 看你要不要 今天圣灵在这里 圣灵赐给那些顺从 圣给基督是没有限量的 但是圣经上也形容说 那赐给顺从之人的灵 耶稣为什么神用能力 和圣灵高拿撒的人耶稣 因为他对神的顺服是绝对的 所以圣灵高他没有限量 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 顺服多少 圣灵充满就是多少 倒空有多少 圣灵充满就是有多少 在乎我们的顺服 那么第三个 只要为了爱主 逃主喜悦而来操练 所以不要咬紧牙关 好像进了海军陆战队受训一样 或是被送到托儿所里面 去被人家训练一样 我们要带着爱 甘心的 乐意的 高兴的 主动的 积极的 敏锐的 来察觉圣灵的运行 来顺服他的运行 为了讨神喜悦 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 有了我的命令 当恩高说话的时候 有了恩高的教训 有了主的命令 要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并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所以传道书第九章第八节 告诉我们 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 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我希望我们在顺服恩高的世上 能够一改从前那种错误的观念 觉得只是被主管 被主要求 小事情 麻烦事情 他都来管 觉得很烦 觉得我自己很内疚 觉得我自己都没有顺服 可是如果你真看见 恩高的意义是什么 恩高这份崇高的意义 背后伟大的爱 跟他所要带来的结果 带来的祝福 我就希望我们能够用更积极的态度 来回应他 好不好 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主 我们的心何等地感谢您 谢谢您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 你说这个恩高是真的 他要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 主 您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带着一个积极感恩的态度 我们愿意欢欢喜喜地 来接受圣灵的运行 来接受恩高的教训 帮助我们愿意照着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好让我们这个人不断地被你改变 能够越来越像你 更让我们带着信心和爱心 来顺服恩高的教训 让我们这一个人 这一生 不管你奉到哪里 让接触我们的人 能够从我们身上感受到圣灵的祝福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 感谢 感谢观看